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探索亚洲并购市场的最新趋势 看看日本的技术实力和中东的金融力量 如何共同推动市场前进 接下来我们会聊聊 企业汽车如何在电动车市场遇冷的情况下 将目光转向混合动力车 并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双倍销售目标 最后我们将关注中国央行 如何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软的背景下 选择保持关键贷款利率不变 展现出在经济策略上的谨慎 这些内容都非常精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亚洲的并购市场 变革的风正在起 据日经亚洲报道 花旗集团亚洲投资银行部门负责人 Jan Metzger预测 2024年亚洲的并购市场将持续增长 令人瞩目的是 日本的技术投资机会 以及企业重组努力将继续吸引市场关注 2023年涉及日本企业的并购交易总值 大约增长了50% 达到了5年来的高点 约为23万亿日元 1490亿美元 Metzger还强调了 日本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和领地源政治风险 对日本股价上升的贡献 并驳斥了日本受益于投资者 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观点 在汽车产业方面 随着电动汽车 EV市场需求放缓 日经亚洲报道称 企业计划到2028年 将混合动力车销量翻一番 推出其9大主要车型的混合动力版本 这家韩国汽车制造商 预计到2028年销售 80万辆混合动力车 占总销量的19% 较2024年预期的12% 有所上升 企业还将在欧洲和美国 以及本土市场 扩大混合动力车的销售 公司目前采用混合生产设置 使其能够调整 混合动力车的生产 并将该部门的运营利润率 在2023年提高到约10% 同时 日经亚洲还报道了 中国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PBOC连续第八个月 保持关键贷款利率不变的决策 一年期贷款主要利率 保持在3.45% 五年期利率 维持在3.95% 人民币对美元的疲软 限制了中国央行的货币宽松选择 人民币的软化 使得中国央行难以采取货币刺激措施 因为这可能会加速资本外流 并进一步削弱人民币 在中国资金需求低迷 与去年相比 三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下降了21% 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改善迹象 但企业和家庭支出的前景仍然不确定 这些报道揭示了亚洲市场 在不同领域的动态变化 无论是日本的并购市场 企亚对混合动力车的大举投资 还是中国央行 在面对货币挑战时的谨慎态度 都反映了亚洲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中的活跃地位 和应对挑战的策略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当地市场 也对全球经济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策略和决策 将如何塑造亚洲 乃至全球的经济前景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在最近的一系列商业动态中 各大公司纷纷进行战略调整 以适应市场变化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航空制造业到电信 再到金融和健康产业 变动无处不在 展现了企业界的活力 和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 首先 据彭博社报道 空中客车公司Airbus 近日宣布任命前 捷兰航空JT Blue 首席执行官罗宾 海耶斯 Robin Hayes 为其北美运营的负责人 海耶斯将接替即将退休的杰夫 克尼特尔 Jeff Nitto 成为空中客车美洲公司 Airbus America Inc.的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这个新角色中 海耶斯将负责北美的飞机部门 并协调空中客车的直升机 太空和防务单位之间的合作 海耶斯在今年2月 卸任捷兰航空首席执行官 如今将致力于领导空中客车 在北美的运营 另一方面 彭博社还报道了 关于电信巨头意大利电信 Telecom Italia的最新动态 维旺迪 Vivendi 作为意大利电信最大的投资者 选择在该公司年度会议上 弃权投票 这一行为可能间接支持了 首席执行官皮特罗 拉布里奥拉 Pietro Labriola 与激进投资者之间的斗争 后者反对拉布里奥拉计划 将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出售 给KKR一减少债务的方案 维旺迪持有意大利电信 24%的股份 尽管没有支持任何董事会名单 但将继续对网格销售 提出法律挑战 激进投资者 提名了反对交易的竞争对手 董事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候选人 在股市方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多家公司的股价 在最近一周内经历了波动 特斯拉 特斯拉在宣布将其全自动驾驶系统价格 削减三分之一后 股价下跌5.23美元 至141.82美元 而软件制造商 Salesforce在放弃收购 Informatica的计划后 股价上涨了1.92美元 达到272.29美元 与此同时 威瑞森 Verizon 第一季度的收入 未达到华尔街预期 股价下跌了1.64美元 至38.85美元 火器和弹药制造商 Vista Outdoor 讨论了与MNC Capital的潜在销售 使其股价上涨了1.94美元 至34.30美元 此外 电器设备 制造商S 在超出分析师的财务预测后 其股价上涨了1.36美元 至76.16美元 区域银行 Science Banker 在第一季度的收益 超出分析师预期后 股价上涨了90美元 至40.82美元 而储方要分销商 Cardino Health宣布 不会续签与 Apita Marex的合同后 其股价下跌了5.22美元 至102.97美元 最后 数据公司Metaport 在Costar Group宣布收购后 其股价上涨了3.07美元 至4.82美元 这些变动 不仅展示了各大公司 在市场中的竞争态势 也反映了企业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无论是高层人士变动 股东投票决策 还是股价的波动 都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变化 寻求长期发展 而做出的努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企业的每一次选择 都可能决定 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各行各业 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以保持竞争力 并满足市场需求 从航空业到金融业 再到科技行业 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让我们来深入了解 几个最近的新闻事件 这些事件 不仅反映了行业的动态 还凸显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 一些关键趋势 首先 让我们飞跃到航空业 看看Delta Airlines 是如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的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Delta Airlines 正在准备应对 另一次空服员工会组织的尝试 并且决定 提高非公会员工 包括空服员和地勤人员的薪酬 CEO Ed Bastion宣布 该航空公司将薪酬提高5% 并将美国员工的最低工资 提高到每小时19美元 这次薪酬增长 将影响超过8万名员工 Delta去年赚取了46亿美元 成为美国最赚钱的航空公司 在四大美国航空公司中 Delta的工会代表比例最低 仅约20% 接着 转向金融领域Bloomberg 报道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Christine Lagarde的观点 Lagarde重申 欧洲和美国不应该参与补贴竞赛 以促进经济增长 她认为 这将创造一个零和游戏 而不是正和游戏 Lagarde建议 两个地区应该合作 以阻止反竞争行为 并促进思想的自由流动 这与她上周的评论相呼应 当时她主张 应该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 并对不公平的优势 采取坚决行动 最后 我们来到科技行业 关注Associated Press 关于欧盟对TikTok 新推出的奖励应用程序的报道 欧盟要求 TikTok 提供有关其新应用 TikTok Lite的更多信息 这款应用 支付用户观看视频 欧盟警告 可能会命令该视频分享平台 暂停对儿童构成风险的上瘾特性 欧盟执行委员会 已开启正式程序 已确定TikTok Lite 是否违反了该区块的新数字规则 布鲁塞尔在TikTok 未能回应 有关新应用 是否符合数字服务法的信息请求后 加大了对TikTok的压力 这些新闻事件 不仅展示了各自行业的动态 还反映了更广泛的全球趋势 如劳动权益的保护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对科技创新的监管挑战 从Delta Airlines的薪酬 提升到欧洲中央银行对补贴竞赛的担忧 再到欧盟对TikTok新应用的监管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 都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以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金融和投资的世界里 最近的动态显示了各种挑战和机遇 从英国的房贷利率上涨 到中国外资投资的减少 再到电动车市场的价格战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图景 根据BBC的报道 英国的房主们正面临着一场痛苦的考验 因为包括巴克莱 汇丰银行和Netwest在内的主要银行 纷纷提高了抵押贷款利率 这一变化是由于市场对英国央行 Bank of England 降息预期的推迟 英国央行曾宣布 不会像先前预期的那样 早或频繁地降低其基准利率 这一利率目前保持在5.25% 尽管过去几个月通胀率有所下降 让许多分析师预测这央行将从6月开始降息 但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 通胀下降的速度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快 此外 美国降息的可能延迟也影响了全球市场 进而导致了更高的抵押贷款成本 与此同时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挑战 2024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同比下降了26% 商界领袖将这归咎于北京对自己自足的关注 以及国际公司的新工作模式 尽管与2023年第四季度相比 第一季度的FDI增长了41.7% 但三月份的增长相比1月和2月有所放缓 这一下降 被归因于2022年第一季度的高级线 当时中国在严格的新冠疫情管控政策之后 首次重新开放 在电动车EV市场上 日经亚洲报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特斯拉和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理想汽车 宣布了新的折扣政策 这在中国市场引发了更广泛的电动车折扣 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所有四款电动车型上 都进行了降价 其中Model 3降价6% Model Y降价5% 理想汽车也进行了降价 其豪华电动车型降价了3万元人民币 三款插电是混合动力车型降价了1.8万到2万元人民币 这些折扣是在特斯拉全球销量缩水 以及像爱池这样的新兴品牌 对大型竞争对手施加压力的背景下出现的 从英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到中国外资投资的减少 再到电动车市场的价格竞争 这些事件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 无论是房主 投资者 还是消费者 都必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金融科技体育乃至于全球竞争的大舞台上 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正在上演 从美国最高法院对足球促销商的反垄断诉讼的裁决 到中国大型语言模型 在全球AI竞争中的新进展 再到金融界的最新动态 每一个故事都透露出变革的脉动 首先美联社报道了一件足球界的大事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足球促销商Ralevent Sports 对国际足联FIFA和美国足球联合会USSF 提起的反垄断诉讼继续进行 Ralevent Sports是由迈阿密海囤队老板斯蒂芬 罗斯控制的 其在2019年提起诉讼 挑战FIFA不允许一个国家 主办涉及其他国家球队的联赛比赛的政策 这场诉讼起因于 FIFA干预了Ralevent Sports计划在佛罗里达州 举办一场西班牙联赛比赛的计划 而USSF拒绝批准 两支来自厄瓜多尔的球队之间的联赛比赛 此前一家联邦上诉法院 已经支持Ralevent Sports的诉求 而最高法院的决定 进一步维持了这一裁决 科技领域也不乏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S有百度和质朴AI开发的模型 在清华大学的一项新测试中排名靠前 然而报告发现 外国模型 比如OpenAI的GPT-4 在整体能力上仍然领先 包括语义理解 编码能力 以及与人类指令的一致性 这份报告旨在为LLMS 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估 同时显示出 中国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 在享用OpenAI的创新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 报告还强调了 中国开发者所面临的挑战 阿里巴巴的董事长最近表示 中国在AI发展上 落后美国两年 在金融界彭博社带来了另一则消息 High Grou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由Edgar Allen领导 正在推出第二支对冲基金 由前Adolfi Capital合伙人 亨利·盖斯特管理 该基金将专注于欧洲医疗保健 和技术领域的成长型公司的 集中投资组合 此举发生在 High Ground经历了显著增长之后 该公司自2019年 以1000万美元起步 目前管理着6.25亿美元资产 盖斯特的加入也反映了一个趋势 即交易员加入现有平台 来管理自己的对冲基金 而不是启动新的投资公司 从最高法院的裁决 AI技术的竞赛 到金融投资的新策略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 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 无论是在法庭上 争取公平竞争的权利 还是在全球AI竞争中 追赶先进技术 亦或是在金融市场上 寻找新的增长点 每个领域的参与者 都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这些事件不仅体现了 不同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 也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行各业面临的 共同挑战和发展机遇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